因为您下一次我们知道 就是大家吃饭时间用餐时间 不仅是有我们的自己选区的人 那也会有附近的甚至有很多的观光客 来自全台湾各地甚至有非常多的观光客 外国人 那我们就选择在这个宁夏夜市的路口 那我们拿着麦克风我们开始讲 那当我们开始讲的时候 第一个我们当然第一个解释 就是说这一个所谓国民党跟民众党 讲的国会改革 那实际上真的是改革吗 还是是让立委的权力无限上纲 那为什么大家会开始对这一个的内容 有很多的反对 然后衍生进来变成说 他叫国会的扩权法 那甚至我们也开始就也有讲到说 为什么我们要求有要复议 希望那个民众党的委员巴西的委员能够赶快回头 是能够知道这个当时这么多的小草们投给你 是因为你们所说的要制衡国民两党 所以才会有一个第三势力 那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在复议案能够投下这个支持复议案 能够进入委员会 我们就述说为什么让所有的民众知道说 因为这一个整个的法案的流程程序上是不正义的 是黑箱的 他连讨论都没有讨论 甚至在表决前的一个小时 这个所谓的最高机密这一份才送进立法院 所以我们站在这个路口开始跟很多的民众 我们发现其实很多的年轻朋友 虽然他可能手上拿着边走边吃 他也是站在路边开始听 他听完之后呢 我们就发现有很多的年轻朋友 他听完之后主动走过来 因为我们有那个文宣 就是因为不是我们讲而已 然后有文宣 我就他说可不可以给我一份 我想回家看 甚至还有人走过了 我们就是我在台上讲的时候 肥皂上讲的时候 就看到下面有一个一个年轻的朋友 他开始在用手机打 然后开始记 我后来下去的时候 我就问他说 你是住夫妻 他说没有 他只是知道想来你一下夜吃饭 然后我说那你刚刚 他说我想要把笔记记下来 我说所以你时间前 他很认真 他说我想把这些重点都记下来 那他回家也有稍微 也都爬出了一些相关的内容 他说他把它记下来之后 他要回去跟他的非同温层 义温层的朋友 告诉他们现在国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到这里 我就是在家里面 那你跟我说 你Why很没没 你 我又在家里面